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微积分基本定理 也就是说积分之后再微分会变成它自己 积分后再微分会变成它自己 那证明的方式很简单 回到定义 ΔS趋近0的时候 这个积分式相减 积分式相减 那积分式回到它的定义呢 就是 就是integration A到 S加ΔS Ft底T 那减料A到S Ft底T 那这两个相减是什么 这两个相减就是 整个曲线的面积 最后再多一块小的ΔS OK 多一块小的ΔS 所以就只剩下S到S加ΔS 这一小块 剩下这一小块的积分除以ΔS 那各位知道ΔS趋近0的时候 这一小块的点基本上就都是一样 也就是都是Fx了 所以这一块的积分 其实就是 你可以把它写成某个F 其实你写Fx也无所谓 因为Fx借在S到S加ΔS之前 所以我直接写成Fx也就OK了 FxΔS除以ΔS 那就是Fx 所以F'S等于Fx也就说积分完之后 积分完之后 积分完之后 这里积分完之后 再取一个微分 就会变成它自己 这是微积分基本定理 那这个基本定理 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 我们知道有加法 有减法 我加5之后再减5呢 就会变成原来的那个数 同样的 我乘5之后再除5 也会变成原来那个数 这种称为 一个是某种运算 另外一种是它的反运算 乘和除互为反运算 加和减互为反运算 微分和积分互为反运算 就是从微积分基本定理来 好 微积分基本定理 告诉我们 微分和积分互为反运算 所以如果我把 用一个符号D代表微分 用一个I代表积分 那D-1是什么 D-1就是I 因为它互为反运算 那D of D-1呢 就是D of I F 那根据微积分基本定理就是F 所以 这个 D of D-1两个可以互相 好 所以一个函数的积分是什么 就是反运算 那一个函数的运算是什么 就是反积分 好 所以我们如果看 S平方的微分是2S 那 S平方的微分是2S 那2S的积分是什么 S平方 对 同样的如果 可是 是只有S平方的微分才会是2S吗 还有没有别的微分也会是2S 有 那譬如说什么 S平方加1 微分也是2S对不对 S平方加任何常数微分都是2S 对吧 所以 当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这个常数 有没有存在 好像没有很重要 对不对 那这种常数存不存在 只差一个C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看 当我这样子做 令FS是做这个 这个积分的时候 它到底差的那个常数代表什么意义 差的那个常数代表说 它从哪里开始积 从哪里开始算积分的面积 那如果我今天呢 把从哪里开始积 我可以从负线大开始积 可以从0开始积 可以从负1开始积 每一个都会差一个面积 OK 那这时候如果我把常数拿掉 我把常数拿掉 所以 我如果把常数拿掉 常数拿掉 也就是 上界和下界 我都拿掉 直接写成FS第S integrationFS第S 这种没有写上界 没有写下界的方式 就称为不定积分 好 不定积分会有个问题 因为如果它 最后变成某个FS的时候 会差一个C 差一个常数 但是既然常数在微积分里面 其实是一个没有那么重要的东西的话 那差一个常数又合法 OK 我们让它变成不定积分的时候 反而事情会变得比较简单 不用管那个常数C OK 就不用管常数C了 所以我们就导出一个叫做不定积分的算式 这个算式就直接写integrationFS第S 它就等于某个FS 大FS加C OK 那如果今天这个S呢 FS就是S平方 那这个大FS会是什么 什么样的微分会变成S平方 S三方的微分是什么 对你直接把答案讲出来 对 就是三分之一S三方的微分会变S平方 为什么 因为S三方的微分是3S平方 所以为了要去掉那个3 就除以3 OK 所以就是三分之一S三方的微分会是S平方 所以如果这边是S平方 这边就是三分之一S三方 后面写一个加C 这称为不定积分 所以这边S平方的积分是什么 不定积分是什么 就因为S三方的微分是3S平方 所以呢 根据微积分基本定理 那我们呢 S平方的积分就会是三分之S三方加C OK 所以你想要学会积分 你就要先学会微分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微分是什么 那你也就算不出它的积分 包含不定积分 OK 那所以S分之一的积分是什么 我就要想说到底什么东西的微分是S分之一 如果你前面的微分都很熟 你知道LNS的微分是S分之一 就是LogS加C 这是它的不定积分 那不定积分也有一些代数特性 这些代数特性包含常数乘法 KFS的积分 OK 就是K乘以积分FS 那FS加GS的积分 就是FS的积分加GS积分 那另外 αF加βG的积分 就是α乘以F的积分 加上β乘以G的积分 那这个基本上都可以 透过回到定义的方式去证明 你知道回到积分的定义式 去证明就可以了 那最后把那个C拿掉 把C拿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叫做 积分值定理的东西 不过我觉得我这边应该 最后再来出好了 最后再来出我们的一些 基本的积分和不定积分的题目 好 所以积分值定理 那因为如果今天呢 它的积分 不定积分就差一个C 那我如果把上下的 上下的范围都确定 也就是说从AG到B 或从AG到S 那这个C呢 就会被消掉 因为加一次C 再减一次C 就消掉 那比如说我从A算到B 它就是FA减FB 那个C不见哦 为什么C不见呢 因为在不定积分的情况之下 会有那个C 但是FB加C 减掉FA加C 两个C相减 就不见了 所以就可以直接写成这样 FSA到B 这是求积分值定理 所以如果F的积分是大F 那底S分之底FS 就是小FS 那如果我们用刚刚的这种积分式的写法 那如果写成不定积分 这A和B都可以拿掉的话 那就变成FB加C 那如果我们把B等于A带进去 其实A到A的积分是零 所以你要怎么算出这个C呢 你就让它零积到零 或AG到A 然后你就知道那个C是多少 OK 好 这边来看个例子 好 从AG到BFS 第S 那它就是大FB-大FA 大F就是那个积分的值 那所以我们来看范例 从0到1对20积分 那因为2S是谁的微分 S平方的微分就2S 所以2S就是S平方的微分 我就算S平方从0到1的值带进去 那就是1减0 1平方减0平方 就是1减0 就是1 所以要算这个积分 只要你会了微分就可以算 所以微积分到最后你会发现 微分会放前面 是有道理的 没有人会一开始交积分 然后把微分放后面 因为积分要用到微分 OK 好 我们算0到πsinS比S 那怎么算呢 OK 0到πsinS比S sin的 sin什么东西微分会变sin cosin的微分是负sin 对不对 cosin的微分 请说 对 cosin的微分是负sin 所以负cosin的微分就是sin OK 所以我们sin的七分呢 就是负cosin 从0到π 这边从0到π 这边就从0到π 那就是负cosin π 负cosin 减掉负cosin 减负cosin 就加cosin 所以负cosin π加cosin cosin π是多少 cosin π cosin π是这边 对不对 这边除以斜边 OK 那这边因为在0和π的时候 都等于斜边 所以是1 OK OK 那但是呢 这边cosin π的时候呢 是负1 因为是 是这个方向 OK 那cosin 0是正1 所以这就变成 负负1 加1 那就是2 好 OK 那先到这里 我们暂停一下 出几题 后面都是比较偏向于技巧性的东西 我们先把基础性的东西先弄清楚 所以我们来出个几题 习题 那出习题呢 一样我们把那本参考的课本拿出来 这一本 在积分的地方 好 积分的地方 Calculus 这里 Integral Calculus 就是积分 那这边有所谓的不定积分 定积分 这一本书法呢 是从不定积分开始讲 因为它们是比较数学系的教法 有了不定积分 再来看定积分 但是呢 对于一般科系的话 我们比较注重应用 所以我们会先 从面积这个概念开始 再去讲什么叫不定积分 那所以 这手法是不同 针对不同科系的学生 会有不同的手法来教 好 那这边 它说 OK 像这里 这是个 这里一开始就太难了 它这个 这个不定积分 一开始就弄得很难 所以 我们找个 不要太难 因为它这个是教数学系的 所以 一开始就很难 哇 偏 偏倒数 这边都太难了 好 算了 它的好像都没有简单的题目 所以我们得从简单开始 我们还是 看一下 Exercise 这边都还是 有点太难 像这个是简单的 但是 好 所以我们自己来出 好 这边的题目 我觉得一开始就太难 好 自己来出 好 那么 我们 好 谢谢大家